在中国古代的时候 有着许多比较具有特色的身份 比如说男性有当和尚的 而女性也有去当尼姑的 而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故事 就要从一位尼姑所说起 这位尼姑本身倒是没什么 但是他生下来的一个儿子 却是让后人人人尽皆知的 在清朝末年的时候 有一位女子叫做尼姑 叫做王彩玉 这位姑娘出生在一个大户人家 从小就长得非常漂亮 但是不幸的是 她家里没有一直繁盛下去 后来经同村人介绍了 隔壁村的另一户人家 王彩玉嫁了过去 后来还生了一个儿子 但是很不幸的是 这个儿子没过多久 却意外夭折了 这让王彩玉在家中的地位 可是一落千丈 在这种情况下 王彩玉走上了极端 她决定出家当尼姑 在当了一段尼姑过后 王彩玉或许是想开了 之后还了俗 经家里人介绍 又与另一名男子结婚 这个人当时可是一个小有资产的商人 虽然他比王彩玉大了二十多岁 但是婚后两人还是十分的相爱 而王彩玉与这位男子生下的一个儿子 更是有名 这个儿子叫做钟正 自介石 想必这个名字 大家应该也都听过吧 我们也就不做赘述了 好了 本期就到这 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 欢迎指正 我们下期再见了 我们下期再见